而在楚清禾进入房间里面后 看着低论起来 甚至脸上带着几分期待的 晚晚和屈非烟几人 燕灵机眼中不禁浮现出几分疑惑 随后看向身旁的林诗音询问道 你们就一点都不担心吗 在楚清禾院中的这些时间 燕灵机也已经知晓了是 关大夏皇朝方面的事情 自然也清楚大夏皇朝的强大 按理说 得知了即将面对这样的庞然大物 楚清禾身边的人 都应该是面带担忧才对 可现在 面前的几人 哪里有半点紧张的样子 林诗音轻笑道 你跟在公子身边的时间短 了解得少 公子形势从来都是算无一策 也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 既然公子已经决定 直接和大夏皇朝对上 就代表公子有着十足的把握 声音落下 屈非烟顺口道 就是比起担心公子 还不如考虑公子会怎么处理大夏皇朝的人 弯弯开口道 好歹都是破虚境的高手 若是可以的话 将其抓下来 然后控制住 以后帮月姐姐和东方姐姐 他们打下手也不错 连星摇头道 打蛇不死随棍上 对于大夏皇朝的人 我们也不了解 也不清楚其心性 不是知根知底的人留在身边也是祸患 倒不如直接解决了更为安全 看着面前相互议论着 大夏皇朝人如何处理的己人 燕灵基略显呆滞地眨了眨眼 但从己人的反应 燕灵基如何看不出 面前的水母阴基己人 对于楚清禾的信任 已经达到了近乎于盲目的程度 或许是好奇心也被勾了起来 此时的燕灵基心中担忧稍减 反而对接下来的事情 而多了几分期待 房间内 楚清禾也没有刻意地 去听吉女的交谈 伴随着房门关上后 楚清禾心面一动 下一瞬 一颗植株凭空出现在楚清禾的手中 植株撞弱佛手 底座如连台 而在这植株之内 仿佛还有着一颗 如同龙眼大小的花孤朵 色泽金黄 正是系统背包之中的佛手菩提帘 当出现在楚清禾手中的瞬间 屡屡的天地之力 竟是开始主动环绕在 这佛手菩提帘周围 而在这佛手菩提帘 出现在楚清禾手中的瞬间 随着屡屡清甜的怜香入笔 楚清禾竟是感觉脑中一片空明 内心不自觉地平静了下来 目光在这佛手菩提帘上面打亮了少许后 楚清禾开始将一些药物从系统背包之中取出 然后引动火属性的天地之力聚集于身前 开始进行炼单 佛手菩提帘独特 可谓是万年难遇 而药物这东西又不像最顶尖的食材一样 只需要最朴素的方法料理 越是珍贵的药材 炮制起来过程也就越加繁琐 就如同处理这佛手菩提帘 楚清禾耗费了近半个时辰的时间 方才炮制成功 然后开始混合其他的药物 以及特殊的手法进行炼制 渐渐地自楚清禾这院子之中 开始有着屡屡特殊的药香之气弥漫 别院内 嗅着此时回荡在房间里面的独特香气 正在修炼的曲飞烟 如同小狗一样 左嗅嗅 右嗅嗅 哎 这香味以前没闻过 公子又在炼制什么新的丹药吗 有卧龙的地方往往伴随着凤楚 在曲飞烟之后 弯弯也同样仰着头 嗅着回荡在院中的香气 脸上还带着几分舒爽的神情 就连水母音机 以及联星等人 也不知觉地 让呼吸变得悠长了些许 品味着此时回荡在院中的这些香气 然而 就在这时 一股股独特的能量 骤然自驱飞烟 小招 血千寻 以及临时音的体内迸发 几夕后 四人的修为 竟是奇奇地迈入到了天人静后期 察觉到四人的变化 晚晚和联星眼睛顿时一瞪 显然没能明白 好端端四人 怎么忽然间就一起突破了 可下一秒 联星还有 弯弯仿佛也感觉到了 不对快速地闭上眼睛 就连水母音机 还有燕灵机 亦是如此 天地之力 在这一刻 蜂拥着进入到三人的体内 百息后 随着连星 以及弯弯体内五道金丹凝聚 睁开眼睛的连星 以及弯弯脸上的茫然之色 不减反增 莫名其妙的 就迈入神坐镜了 最近的事情太多 加上几人每天 都需要修炼缥缈剑法 原本以连星和弯弯的进度 想要积攒足够的天地之力 凝聚五道金丹 还需要进一个月左右才对 谁曾想 今日就这样稀里糊涂地 直接凝聚出了五道金丹 这样的情况 使得两人心中 都是带着几分愕然 燕灵机虽然没有突破 但却清楚地感觉到 自己弃海穴内 竟然增加了大量的天地之力 这些天地之力 若是让燕灵机自己练化 至少都要花费半年的时间 而水母音机体内的精神能量 也风增了不少 几夕后 随着院中几人面面相去 屈飞烟带着几分不确定道 公子现在炼制的 到底是什么弹药 竟然只是一散出来的药箱 就能够让我们齐齐突破 可问题出口 在场几人 却没有人能够回应屈飞烟 就连水母音机 也是贪守示意 只是转过头 看向楚清河所在的屋子时 水母音机的心中 却是好奇不已 毕竟连炼丹过程中 一散的药箱气息 都有着这般强悍的效果 楚清河现在所炼制的 丹药价值可想而知 再过不久 就是面对大夏皇朝 若是在这个时候 水母音机的修为 能够再次提升 楚清河这边的胜算自然更大 想到这里 水母音机也无心修炼 而是闪身至池塘旁的 堂椅上坐下 静静等待了起来 一直到深时初 在几人这一动不动的注视之中 那关闭了近三个时辰的房门 才重新被打开 带到楚清河从房间之中走出时 几人第一时间 便将目光聚集在了 楚清河手中拿着的丹瓶上 从房中走出 将别院里面几人的样子收入眼中 楚清河莫名想到了 嗷嗷代补四个字 加上佛联菩提丹炼制成功 心情大好间 楚清河的嘴角不禁微微勾起一抹糊度 燕灵机见此也是有样学样 跟着一步跨出抵达楚清河身旁 然后眼眸如水 内涵轻异地看着楚清河 迎着几人的目光 楚清河美好气道 别想了 你们现在刚刚突破 等龙渊九等东西 用完了再惦记这佛联菩提丹吧 屈非烟几人也清楚楚清河炼制出来的这丹药 他们暂时吃不了 但完全不妨碍几人的好奇 莲星更是询问道 姐夫 这佛联菩提丹有什么效果呀 面对莲星所问 楚清河开口道 能够帮助舞者修为大幅度提升的同时 也让舞者陷入到顿悟之中 并且里面蕴含的独特能量 能够和元神相容 让精神能量蕴含一种特性 在这一种特性之下 自此无需担心会走火入魔时 陷入到幻境不说 也能够护卫元神 抵御他人的精神能量攻击 得知了佛联菩提丹的效果 几人对于这丹药更惨了 可下一秒 仿佛想到什么事的 弯弯开口道 不对 刚刚我们闻到了这佛联菩提丹的药香 从而突破了 会不会影响我们后面服用的效果呀 这话一出 其他几人面色一事一紧 对此 楚清河诞生到 只是一点药香而已 算不上有多大的影响 听到这话 几人方才放下心来 随后 楚清河打开丹瓶 然后曲指一条 在进气的包裹下 两颗龙眼大小且通体 宛若设立一样 金光灿灿的丹药 便从丹瓶之中飞出 其中一颗在进气的包裹下 往水母阴机这边飘来 带到将丹瓶收入到系统背包中后 楚清河以及水母阴机张嘴将佛联菩提丹扶下 丹药奇特 入口间触及到唾液的瞬间 便化作了醇香的丹药入口 并且味道恍若莲子一样 清香中带着微微的苦涩之感 而当丹叶入体 瞬间化作蓬勃的药力 在体内迸发 一股药力清凉如水一路往上 直接钻入到脑中 楚清河以及水母阴机的精神能量 在这一刻受到了吸引 直接向着这些能量冲去 另外一股药力灼热如盐 引动着水母阴机的真元 和楚清河体内的渐元 蜂拥而至 同时 大量的天地之力 也在被两人体内的药效所吸引聚集而来 钻入到两人的体内 要知道 现在九州大地封印被迫 这半天下来 九州大地内的天地之力 早已经充盈了起来 现在大量的天地之力聚集下 道道的钢峰也在这院中凝聚 不过还没等着钢峰愈演愈烈 一道剑气 默然从楚清河体内冲出 然后没入到池塘旁一棵柳树上的龙金室内 刹时间 道道的剑气纵横将周围这些钢峰斩灭 却是楚清河奋出了些许注意力 启动了院中布置的阵法 此后 在阵法内这些剑气之下 一旦有钢峰凝聚 就会立刻被院中这些穿梭的剑气斩灭 半课中后 在婉婉等人的等待中 一股波动 骤然自水母阴基的体内迸发 而水母阴基的修为 成功地迈入到了照神镜圆满 一注相后 伴随着水母阴基体内原神金丹 和五道金丹内的经脉再次增加 一里洋元 悄然地自水母阴基的体内孕育而出 然后进入到水母阴基的下丹田内 自此 水母阴基的修为 成功自照神镜 迈入到破虚镜初期 几乎是在水母阴基刚刚突破时 楚清河体内中丹田内的阳元已经住满 待到上丹田内多出了第一缕阳元时 楚清河的修为成功迈入到了破虚镜后期 同时 楚清河以及水母阴基脑中 属于佛联菩提丹的能量 成功地和楚清河的精神能量相容 原本无色无相 且无形无状的精神能量中 也多出了几分正中黄黄之感 其气息 倒是和当初和氏璧内那些至纯至善的能量 有了几分相似 而在水母阴基成功迈入破虚镜中期时 楚清河上丹田内的阳元也成功充盈 伴随着上中下三个丹田都已经被阳元充斥 一股股阳元忽然从三个丹田之中流转而出 然后和楚清河谈中学内的本命剑丸构建成了一个特殊的循环 在三个丹田内的阳元全部注入楚清河的剑丸内时 楚清河体内的本命剑丸宛若破壳而出的小鸡一样 原本剑丸外部那如同金丹一般的珠子开始破碎 化作剑丸钻入到了小剑之内 反观原本剑丸之内的这一把小剑 则是渐渐地扩大 直至变成了一个三寸长短 经营无瑕的样子 先接的先天破体无形剑气 和倒接上品的先天破体无形剑气 最大的不同便是在于 倒接上品的先天破体无形剑气 只是在运氧剑气 先接的先天破体无形剑气 则是在运氧剑灵 而现在 随着楚清河迈入到破须境圆满 体内本命剑丸已成 此后 楚清河体内的剑丸就如同一个熔炉一样 会开始不断地淬炼楚清河体内的剑圆 精神能量 气血之力 甚至楚清河的身体 待到楚清河的身体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剑丸与身体相容 自此 身剑合一下 楚清河自身便是一把 能够焊天动地的不灭宝剑 也是在楚清河谈中学内本命剑临凝聚而成的瞬间 不管是水母阴姬还是一旁观看的屈飞烟等人 再次感觉到了自己体内剑意的战力 不过这个过程极短 只持续了不到一息的时间 但对于这样的情况 水母阴姬以及屈飞烟几人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 一直到体内最后的药效都消耗干净 楚清河方才收敛气息 等到睁开眼后 感受着自己体内本命剑灵 以及不断被淬炼的剑圆 以及身体意识嘴角含笑 随后 目光放在水母阴姬的身上 此时此刻 水母阴姬神色变化不断 时而眉头紧锁 仿佛为某些问题所困 时而又眉头舒展 似有所悟 显然是因为佛联菩提丹内的药效而陷入到了顿悟之中 见此 楚清河解除了周围的阵法 并且走到了屈飞烟几人的身边